对话 荒荒,我考考你 你知道9月9日益山东兄弟这首诗是谁写的吗? 荒荒,知道是唐代诗人王伟写的 妈妈,你会背吗? 荒荒,当然会 读在异乡为异课,美红佳姐背诗亲 姚之兄弟登高处,便差诸语少一人 妈妈,不错,你知道这首诗中最有名的是哪一句吗? 荒荒,美红佳姐背诗亲 妈妈,对,每到节日人们就会更加想念眼方的亲人 荒荒,难怪到节日你们就叫我给爷爷奶奶打电话咯 妈妈,是啊,爷爷奶奶不是还给你写信了吗? 荒荒,那我们明年春节回中国去看他们吧 妈妈,好,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 芳芳,我们还学了一首《贺之章》的《回乡我诗》呢? 妈妈,你把这首诗的意思收给我听听 芳芳,这首诗说的是,诗人小诗儿离开家乡 到佗花摆了的时候才回去 家乡的孩子们都不认识他,还笑着问他 你这位客人是从哪里来的? 妈妈,这首诗你也能背吗? 芳芳,那当然,少小离家老大回 相应无改,病毛痠,熬童相见不相似 笑问客从何自来? 妈妈,背得好,等爸爸回来 你再背给爸爸听听 芳芳,好